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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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各位 这里是下方音乐 都说呢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学校里必然也是卧虎藏龙 但那些平平无奇的唱歌小天才 有了展示的机会 真的是一开口就足以让同学们大声欢呼 那么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大神们的精彩表演吧 这网上都说呀 用最劣质的设备唱出最牛掰的歌 估计说的就是这位同学了吧 一首爱如潮水刚开个头 这台下同学就疯狂尖叫 要说这张信哲的歌本身难度就不低 再加上低配版的硬件 还能唱出这个味的 果然这伴奏对于王者来说 看来都只是板设呀 你当我变成了深夜里的回忆 不要请你生日豹足的滋味 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我怀念不变千里在深夜里脉醉 不愿变得来人见识你的美 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你答应我你从此不再 在深夜里的回忆 不要记得只是放弄的滋味 你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而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艺术节上 这两位同学合唱了一首吃铃 本以为小姐姐惊艳的戏枪是本场的大招了 这还只是个眩晕的小机能 小哥哥男生女唱一出 瞬间大杀四方了 网友都忍不住调侃 看来那就卧槽 终归是说早了呀 其实老师们永远都不知道 当他们不在班级的时候 教室里发生过多少精彩的事 这不当男同学拿起麦克唱几歌 分分钟带动全班开始了大合唱 女生成熟的我 不过我 除了我把握 不该什么是什么 该有该是爱我 如果不是我 不被自己撒脱 让我难难过 可到除了你和现在的我 假如重爱我 甚至咱每个班级的小胖同学一开口 班级最漂亮的女生都秒变弥媚呀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好听的歌曲推荐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